又有的角酸 沒有錯 這個是魔獸兵團 的第一個教學 部署遠程十人腰帶附飛行敵人 OK 所以基本上是遠程客飛行 然後飛行客進戰 嗯 柱子耶 那這個主堡咧 完全挨打 不是有點 感覺有點猛耶 這樣飛行不是超猛嗎 OK 看起來沒有很leg OK 攻擊傷害和生命值 所以這基本上跟 另款遊戲一模一樣 更難慘的首領 OK 這裡跟另款遊戲一樣 主要還是看這款遊戲有沒有什麼 算是改善的部分吧 西部荒野 戰鬥中可以獲得每日獎勵進度 擊敗戶竹獲得進度 再多贏幾局吧 驚訝 OK 教學關卡看起來還蠻簡單的啦 不過應該主要問題還是後面的PVP還有 到底後面有 遠程的進戰組合可以幫助我們 佔領防禦塔更靠近的金牙地點部署秘密集 OK OK 等一下這什麼鬼 哦 所以按這個表示他是飛行嗎 金礦可以採金礦 非常的詭異 所以 你完全沒有要跟我說法術的意思哦 OK 所以這樣正在蓋好 好啦 Oh No 等一下這是法術哦 OK 那是空襲憨兒 這蓋好了 所以就可以部署了 OK 所以我可以上來看 我這麼多礦工的嗎 等一下這是礦工 呵呵呵呵 OK 這大概是 又來對付這個 所以目前他其實都有給我們 閃電鍊 完全不知道這是 做什麼用的 非常酷 呵呵 目前他們都有給我們 克制的東西啦 就是克制對手 單位的東西 所以 應該是 目前都還滿簡單的 然後也有點在辦 介紹克制的這個效果 然後還有介紹金礦的概念 所以金礦這種 然後領先的 中間據點大概是一個新的概念 看起來目前大部分是PVE喔 這是什麼東西?喔這是長矛人 這邊是礦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嗎?可以 等一下為什麼那個人一下就 喔 被敲一下就不見了 喔~~要鏟礦出來 然後你才能敲礦 我可以部署在這了嗎? 這到底會做什麼事? 給小閃電 令人熟悉的小閃電 我有點難想像這PVP會變什麼樣子啊 因為這樣子其實有不同地圖的概念 選擇我第一個領袖 有獨特技能強大的迷你 其它們可以強化軍隊給你不同玩法 所以還是有一些 領袖相關的東西 這為什麼看起來超級強 OK有點軟 這為什麼看起來超級強 OK 你會做什麼? 卡恩寫題裡面有被人寫題嗎? 有沒有被人寫題我只想知道 土靈這一部落士兵 等一下還有技能喔 特長放個攻擊 裡面沒有被人寫題 失敗 這個是什麼? 在場上飛行士兵消耗降低1 但不會低於2 What? 這看起來超強 這個降飛效果感覺超級強 黑暗儀式 可以開技能喔 AOE開技能 沒打出一個法術等級就會提高1 直到死亡 這感覺 這其實應該也蠻強的 不過 我覺得雷的黑手應該是最新手友善的 我不確定啦 現在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OK 這裡感覺就會有很多平衡性的問題 而且我現在還不能組自己的牌組是不是 討厭 呵呵呵呵 因為前面的法術應該不夠多 理論上我們可以 切換開關來改變方向引導你的迷你棋 不是這樣 那什麼東西 這不是應該降費嗎 喔這不是飛行單位 這飛行單位 哇只有落地喔 好吧 喔會馬上改喔 好憨喔 OK這邊兩費了吧 喔這個是這個 OK 喔這有點太久了 OK GG 呵呵呵 呵呵呵 我到底做什麼事情 我不是很確定 呵呵呵 不過理論上前面的教學關卡應該要超簡單啦 所以 現在超簡單應該是蠻正常的一件事 嗯 嗯 不過我覺得那個教學關卡沒有教我什麼東西啊 嗯 感覺其實沒有教我什麼東西 不過所謂的首領單位是什麼 它其實沒有解釋得很好 嗯 不過看起來首領單位有點像是 是 傳說卡嗎 好像也不是 到處看看 停經二十點 收穫輪魔 近戰範圍攻擊 投資比手會在飛行的敵人間彈跳 所以它是客製飛行的人 手會側邊路口 所以理論上我們會想要 強攻這邊是不是 藏寶箱 最近手下無法失去 然後這邊都有金礦 可能會先搶這個據點啦 然後再做事 嗯 說實在 對 呵呵呵 OK 所以這理論上就應該這樣用啦 這什麼東西去了 礦工只要一塊喔 對 蝦尾 不是超強嗎 還是沒有 蝦尾 沒有超強嗎 不然 有點沒有辦法累積東西 蝦尾也太弱了吧 等一下 呵呵呵呵呵呵呵 這到底在幹嘛 What the hell 還是我們策略其實不錯 我們策略其實應該沒有很好 因為我們其實也只有 一個飛行單位而已 OK 新迷你棋 我一定要買嗎 這邊有三個選擇 前線衝鋒者 火元素 這個資訊 這個資訊你還要額外點開看 說實在不是很友善 而且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幾費啊 他是幾費這一點其實還蠻 重要的 抵抗元素傷害 其實還蠻喜歡元素的 或向前衝 保護緩慢士兵或參與的方向戰鬥 喔 遊俠喔 還是叫什麼的 這也蠻不錯的 OK 這也蠻好的 他這邊其實展示一個 就是四個多重單位分兩路的 兩路走這個狀況 沒有飛行單位是一個硬傷啊 這飛行單位嗎 坦克看這近戰 這不是飛行單位 我們還是先選他吧 免費好禮 歐外經驗值 可能飛行單位提升是一件好事 我們暫時有點被鎖住要玩 很多飛行單位的感覺 這是怎樣 這是怎樣 PVP還需要解鎖 呵呵 這邊有一個東西亮起來 可是我卻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先暫時把它當作一個BUG好了 因為我塑膽症看不出來它有我幹嘛 這邊要幹嘛 按這個嗎 霍格困難任務 開始 開始 集合石和開關來測血性的指揮你的迷你心 霍格手下看起來很強 把我投到十人妖上面讓我來解決它 這樣應該能保護我們的十九騎士上 安全打倒的那些蠻族 這是蠻族 弱點為飛行 所以我們需要幹掉這個十人妖 這什麼鬼 烈巢原單目標遠程攻擊 所以它不會移開那個 每45秒召喚真滿足不對 OK 所以我們大概要想辦法 把 這金塊到底能幹嗎 這金塊到底能幹嗎 這直接被射爛啊 OK 喔 所以它意思就是說它 一個人就能夠 搞定那個 好 那我等等 好 應該叫這隻出來 喔 那我等等 有點複雜 好 所以我們手頂如果掛的話 待會就會馬上出來 待會就會馬上出來 OMG它是不會回頭 喔它會 這什麼鬼 有人可以解釋一下嗎 有人可以解釋一下嗎 呵呵 我們應該要用這個型單位啦 OMG會掛啊 小閃救我 喔 哈哈哈哈 秒爆 一秒爆炸 OK 再一次一次 嗯 所以強攻那邊其實 不好喔 喔 有點難適應欸 其實 喔有點難適應欸 其實 所以是它還是真正的對決 之類的 我們剛剛之前這個也浪費掉喔 完全看不懂他們在做什麼 喔 所以我應該這樣子然後就可以跑到這邊來 OK 這會累積在這喔 一隻雞 OK 這會累積在這 讓選擇方向不會太強嗎 所以我就永遠不要做事就好啦 OK 這是否有點憨 呵呵呵 OK What 這水機的嗎 如果可以免費升級 東西的話其實可能還蠻好的 不過也要取決於怎麼個免費法 喜歡嗎 我不想按東西 稍後再說 謝謝你 三小要我幹嘛 我可以選擇獲得10點是不是 我覺得小閃後期會 後面會很有用啊 一般來說 因為即時性的法術就是很強 手領單位一般也很強 雖然我還是不太確定手領單位 什麼意思 所以跟飛行能夠搭配 一般也不錯喔 OK 所以這有點魔獸的意味在 因為 就是你會一個一個打 好 那現在我要怎麼獲得這個東東 接下來可以解鎖PVP 然後勒 獎勵 地圖 我現在要幹嘛 哼 看起來新手教學到這邊結束囉 可是我沒有解鎖東西啊 這到底在哪 喔 這是給我看新的表情符號之類的喔 這東西也看起來超像 嗯 我到底能幹嘛 我只能重...我還要重複...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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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應該... 這少倒一步還差蠻多的 幻炎者 美妙...美好的記憶 等一下 這不是...不會有點強嗎 沒有更多飛行喔 這是更多飛行 福奇兵 嗯 我們大概應該選那個啦 選飛行的 可他幾費...等一下他幾費 他幾費 好...我不知道他幾費 呃...我看一下我們主牌 需不需要改變 我還蠻喜歡這個的 我也還蠻喜歡這個的 呃...這個大概有必要 等一下才六... 才七張牌喔 太少了吧 不會太少嗎 這才兩費而已喔 那等於說我們的首領效果根本沒用啊 可惡...選...可能選錯了 呵呵呵... 烏爾圖斯 突救...突鷹殺...擊殺敵人時候會有更多突鷹加入鷹群 所以就盡量不要死之類的喔 那有點像... 另一款遊戲的死靈法師之類的 還是叫什麼...還是女巫 這該不會全批...要倒八是不是 這該不會全批...要倒八是不是 等一下...你去錯邊了...等一下兄弟 欸... 完蛋...快死了 老天爺... 等一下...我們是不是直接贏了 好像是... GG 呵呵呵呵... 咳... 到底什麼東西... 我現在覺得是...主塔...超級軟欸 主塔...超級軟其實會有一些... 問題才對...就假設有一些... 直擊型的法術有可能會直接... 被法術直擊然後就爆炸... 理論上... 對... 而且那個... 直接...掉一個東西... 到... 主堡上面其實...還蠻猛的... 等一下...這什麼鬼... 集合石... 喔...等等... 等一下...他們拿到了嗎... 我拿到了... OK... 啊... 太...太近戰了吧... 哇...竟然佔領了... 這是新的東西嗎... 欸...他還活著欸... What the hell... 反正這水...這元素好強... 啊... 我放在一個操汗的地方... OK... OK... 喔...預判... 哇...打不贏...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存點魔力吧... 喔...他是往這邊走喔... 嘖...我們需要一個坦克的感覺... 他快死了... 他還活著... 呵呵...最後一下... 喔...礦工還蠻喜憨的... 蛤... 喔...他死了... 是有特別軟嗎... 我總覺得主堡太軟... 呵呵呵... 不過主堡很軟... 有一個好處是... 就是你用法術可以一定終結遊戲啊... 不過那樣子可能會變成... 法術cycle會太強... 喔... 為什麼你要閃... 喔... 我有60塊... 大型秘典... 喔...這還好想要選什麼... 這是怎樣... 這是幹嘛... 呵呵... 紅爪上將... GOGO... 我看一下我玩到哪裡會玩不下去喔... 會過不了... 可能要很...可能要太久... 說實在... 所以... 照這個狀況看來啦... 或...或許我們看... 玩到PVP出來... 可能是一個蠻不錯的... 時間點... 喔... NO... 等等... OK... 喔...NO... 喔... 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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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裂... 這遠程嗎? 這不是重裝嗎? 好... 老天啊... 這會回血嗎? 這會回血嗎? 他只有近戰喔... 他... 他遠程好像只有一張還是怎樣... 不是很確定... 我能說... 你也要貼手... 蠻神奇的... OK... 那勝機很好喔... 黃金這個機器... 感覺有點詭異就是... 我還是把它確定黃金到底是... 黃金是魔力的... 意思嗎? 恩... OK... 又有個卡包... 痾... 當然是你... 當然是你... 小閃... 所以你的升級其實會希望集中在一些牌上面... 每日獎勵... 進度剛重置了... 現在開始每天半夜的時候都會發生一次... 這個... 這個進度嗎? 解鎖PVP... 可以跟玩家對戰... OK... 玩家對玩家戰鬥在特別的散地圖... 還有定期改變的規則變動... 維持趣味... 獲得榮譽是階級提升並且所獎勵... 出戰... OK... 我應該會遇上一些新手吧... 所以應該不會爆炸吧... What the hell... 應該可以選魚人喔... 痾... OK... WOW... 遠程憨兒... 他有金礦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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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首領... 倒了喔... 喔... 礦工屋炸裂了... 這也只要兩費喔... 喔... 他一直挖礦耶... 好猛喔... 喔... 有點不妙... 它是快掛啦... 等一下...這電腦... 你騙我... 馬的... 電腦... 這不是PVP... 這電腦... 呵呵呵... 他只有一等... 要怎麼... 要怎麼... 不是電腦... 還是我也只有一等... 他是電腦吧... 我覺得他是電腦... 想騙我... 講一次就好了... 這什麼鬼... 加20喔... 這是... 這個到底能幹嘛... 初戰... 那是電腦吧... 欸他有一些... 我沒有的牌... 我不知道... 呵呵... 他那個首領我也沒看過... 完全不知道... 他等級1... 我看一下我的等級多少... 就他手... 那個... 塔的等級是... 他等級也是1... 好吧... 或許是真人... 呵呵呵... 姑且相信你是真人... 好嗎? 這什麼東西... 呃... 我們可以偷偷挖個礦嗎? 我們手領應該有點後面... OMG他超硬... 他還在挖礦... Fuji... 這是什麼東西... 呵呵... 可以請教一下嗎? 兄弟... 可以請教一下嗎? 噢 它爆了 What the hell? 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有點太簡單了 我合理懷疑是電腦 不過我不知道 我不能確定 OK 飛機 呃 首領 五等的雷德黑手 呃 這個我從來沒用過嗎? OK 這完全沒有要告訴我要打機場的意思喔 呃 OK 我記得黃世戰爭剛推出來的時候 我是 一直 它好像黃世戰爭只有PVP嗎? 所以我是一直打到我推不了PVP為止 不過這邊其實還有PVE的選擇 嗯 等一下他已經 他已經做事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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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什麼狀況 OK oh no 等等 诶 喔 三線起來蠻複雜的 oh no 他開了兩個寶箱 oh my god 什麼鬼 石頭人寶寶 石頭人寶寶 嗯 OK 我解了一個石頭人寶寶應該代表著什麼事吧 oh my god 又有一隻 中路喔 超混亂 這應該是真人的 喔 又是他拿到喔 黃金收入加倍 超過卡門 剩下30秒會怎樣 啊 蛤 邪少的 蛤 蛤 發生什麼事啊 OK 所以這邊也有一個超時 其實 收入加倍的動作 算是蠻經典的 小閃 所以升級小閃的原因是因為 他可以打 主堡 好 就是最後收頭能力其實是一個很強的能力 所以理論上法術應該是很猛的 好 我們再升級這個吧 升級現在在用的東西 他把我從PVP 他把我從PVP 踢出來了 為什麼 這什麼東西 看不懂 喔 這是集粉吧 我猜 這是現在的等級是不是 跟會掉的東西 如果要猜的話 嗯 可以打一些 把這個打完吧 看起來真的PVP是真的有點難啊 前面兩場我猜是電腦 因為完全不緊湊 而且也沒有 我不知道 前面兩場感覺非常的電腦 因為牌也 可是 真人的牌我也看 我也 不 不懂 不懂 我也沒看過 其實多一點 這種地圖目標還蠻有趣的 不懂 等一下那邊怎麼還會有東西 OK 怎麼已經兩個地方都是我們的了 沒有金礦喔 這個地圖 喔這邊有金礦 這什麼鬼 還是我牌太強了 剛剛PVP是沒有給東西 只有打贏的PVE會給東西 因為理論上這種遊戲一定要限制你拿到東西 就不能讓你無限升級卡片 就不能讓你無限升級卡片 我其實不得很確定就是了 困難任務 無未見 GOGO 阿 這地圖非常複雜 他會怎麼走 OK 強攻這一路喔 那是炸彈嗎? 那是什麼東西? 可以解釋一下嗎? 就這樣隨機炸啊? 這麼OP的嗎? 我可能要佔領那個集合石 我們不是這樣直接打贏就好了嗎? OK 那炮台有點猛 OK 看起來的確會 主堡會回血喔 看起來是這樣啦 OK OK 喔 這邊被他佔領了 OMG 狀況有點不妙 這的確在治療啊 NO 喔 會不會佔領了 這樣我們主堡不會回血 欸 贏了 What the hell? 感覺很接近 嗎? 還是其實一點都不接近 所以這是這種滑屏的問題吧 就我根本就不知道對面主堡剩多少血 雖然上面的確有顯示 可是 我不知道 就感覺資訊有點太多了 憤怒機 喔 憤怒機其實不錯 兩費 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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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費啊 強盜 這好強欸 前行獨自行用很脆弱 急暈敵人 主要這一費其實非常厲害 骷髏 這也是個假坦喔 還什麼鬼 爬起來喔 爬起來喔 可能會 覺得偏遠之遠 我不知道 我想拿骷髏 呵呵 OK 公會 老天啊 好啦 今天就 帶來到這吧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之後再見 掰掰